今天做了个事情 就把马里兰的十多块土地 它们的位置 我在地图上给它全都标出来 这样子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里是Kent County Kent County这里有七块 都是在这位置 然后还有这个Bolimor County 这边有两个 还有这个是Carol County Howard County 还有Harford County 还有这个比较偏远的在这里 这里两个 这里 把它全都标出来 这样就比较直观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然后我查一下 马里兰这些地区的犯罪率 这张图就是犯罪率的 Crime Grade Crime Grade 就是犯罪率这个网站 那么它这个地方 红色的就是犯罪率很高的 绿色的 颜色越是深绿的颜色 就越安全 越是红的颜色 就是越危险 那么我这些 根据这个张图 然后再根据这张图 然后最后我就得到了这张图 得到了这张 这张呢 我们看这个 这边这个 咖啡色的 下面黄色的 绿色的 我就是把这个 每一个 每一块土地 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安全 根据这个颜色 把它标出来 深绿色的 代表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那偏红的 就是不太安全 黄的呢 就是中等吧 差不多 那么这里就标出来啊 这是Body mode Body mode 不太不太安全啊 然后这这乡村的 Carol的这个乡村的 就比较安全 还有其他一些是 中等 差不多 这样子就 如果这么多的土地 你有可能 如果不想卖 或者一下卖不掉 那么自己要留着 或者造房子 或者自己居住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好的 比较安全性 比较高的这个地区 来进行自己的 这个自己居住啊 或者怎么 如果比较 比较差的 比较不安全的 可以把它卖掉 当然了 因为像我 可能是比较注重安全性啊 可能有些人无所谓 他要繁华 那么有些不安全的地方呢 他其实很繁华 越是繁华的地方 就越不安全 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那么有些人喜欢繁华的 可以把它卖掉 好 就是这个图啊 这个是犯罪率啊 这个是位置 好 然后再看这个 那么这个呢 也是那个Bolimor Bolimor的一个地方 这块地 这块小小的地啊 这块地 它的这个绒领是DR3.5 DR3.5 DR3.5 应该就是那种叫高密度 高密度的这个住宅吧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 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地区是在 在这个 偏向是好像在在城市 这个地方 周围都是 都是有房子啊 商业啊 饭店啊 什么的啊 它对面就是一个 中国饭店啊 好 这个DR3.5 什么意思呢 DR3.5 就是一个叫 Density 就是比较密度 比较高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住宅啊 一个英模 可以有3.5个单位 啊 可以 可以造 造这个 Single Family 也可以造 Semi Detached 啊 也可以叫 Duplex Dueling 啊 这些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里呢 这是一个 Bolimor的工具啊 Bolimor Bolimor 这个County 它自己提供了一些工具 让你来查 在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编号打进去 你就会查到这个 这个地 啊 然后它这边呢 它这边会有两个 要Recidential的一个Permit 这个地方就是查Permit 就是说 这个地方允许干什么 允许造房子 还是允许 呃 做商业 或者开个饭店 还是允许干什么 它政府有个Permit 那么比如说这块地 这块地的Permit 它有一个啊 居住性的Permit 和商业性的Permit 我们一个个打开来看 好 那么这个打开来看 这个就是一个 呃 Permit Processing 对Sidential 这是一个居住性的Permit 比如说 如果是用于居住的话 可以造 可以造什么样的房子 啊 这个房子有 有有有有什么限制啊 我把它拉过来的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我把这个 拉过来的 好 那这个 就是在这个表里面啊 但是这个表我也看不懂 它这个画个X 画个X是允许 画个X应该是允许的意思吧 允许造新房子 允许干嘛 那没有画的地方 应该就是不允许 具体我也不太懂啊 我只能大看个大概啊 如果这个要要要 建筑方面懂的朋友 可以帮忙看一下 我也不太懂啊 这是一个居住性的Permit 那么它这里还有一个Permit 那么这个Permit呢 它是 这是什么Permit 这是一个叫 commercial的Permit commercial的Permit 这个commercial就是说商业性的 你开饭店啊 开个什么店啊 什么的 它可以允许 我看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Permit 好 那这里是 做一个新的商业的建筑物 New Commercial Building 可以吧 可以的 如果外部可以干什么 内部可以干什么 是吧 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我也不太懂 我只能看个大概 好吧 今天主要就分享这些事情 帮悉 有没有 我都可以 知道 我的 我还没有 他